各位朋友大家好 家人的健康和開心是首要的第一位 住屋的問題當然是重中之重 如果地方不乾淨不安寧 你說怎樣做 說最重要 每個人都害怕 千萬不要買到空宅或租到空宅 每天睡覺 每天被他擲又被他擾 你也不是辦法 好了 在香港租房和買房是簡單的 檢查是否乾淨的屋是否空宅 你走去上網估一下他的價錢 你也搞定 不過當你在外地 法例你又不熟 人你又不熟 那怎麼辦呢 都要爭取時間 又沒有人幫你 那是不是很淒涼 所以大家要好好預備一下 今天我就為網友介紹兩個法寶 我不管你在哪裏也好 其實你租房和買房 都應該帶著兩個法寶去看樓 所以我就介紹帶大家 拿一個鑼鑑去 說笑而已 鑼鑑我都不懂得看 放假很搞笑 有一個叫測軌機 你既然做得到我 我都會提醒你 你千萬不要浪費錢買這樣的東西 因為那部機真的騙錢 有個大學的人拿來研究過 發覺很不準 基本上你是測它的磁場 高頻和低頻 高低頻都會弄亂七八糟 高頻是兩格燈 低頻是五格燈 然後高頻又鑽三格燈 跳來跳來想怎樣 另一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 甚麼是測軌機 即是你見過軌 或者是你捉鬼來做實驗 我拿個錶 把他放在那裏 他們會跳的 我離開他就不跳的 不是吧 這些大家想清楚 還有你記住 軌是很多種的 有些叫懶軌 不搞你的 他躲在一堆 你好像跟他沒有甚麼關係 懶軌是怎樣檢查呢 還有有些麻煩鬼 他有空弄弄你 只是跟你玩玩而已 你也很煩 最慘是有些惡鬼 有些弄鬼 我又想問 這些是三隻鬼 你們怎樣檢查呢 想想一下不是的 除了這三隻鬼之外 還有自私鬼 沒用鬼 麻煩鬼 還有弄鬼 我想問 哪一隻你用來檢查呢 我想他也是用整鬼來檢查 整鬼你 那些機器是用來玩具 真的要戴這些叫EMF meter 裡面有magnetic field 池牆 還有electrical field 池牆裡面 還有高頻和低頻之分 我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租樓 很急地租 周圍看樓 其中有個樓盤我最深刻的 那天我約過地產經紀去看 我去進大堂了 周圍都沒有人 挺寧靜的 在那區裡繞了一個圈 走來走去介紹 我一個人都看不到 看完東西都很整齊 上樓看之後 那層樓都很安靜 周圍的鄰居都很安靜 他便說這裡很寧靜的 這裡很舒服 進到一個屋裡 我自然就拿我最重要的這部東西出來 查詢 我到處走 他有三間房 三間房是橫排的 大房、中房和小房 再加上廳 從大房任就沒有問題 湊房也很正常 細房 走去到某個位置 嗶嗶哮響的 那意外奇怪 我准央到了上廳 但房間座 dzień也對著一樣 Bathsun 跟周圍一致 走去廳的窗台 不會發聲 奇怪 為何這個位置特別大聲 我問地產經紀 你外面是否倉上了、電器 那些冷氣機或高頻的東西 他說沒有 我再沒有附近 有沒有電線射著他 又沒有 就算有 窗台也能接收得到 是他才有這麼奇怪 我身為惶惶地 立即想離開 我問我小朋友 你覺得這裏是怎樣的 我小朋友說不喜歡 他說不喜歡 更加不會租 我便離開 沒有 看完下樓便離開 我離開後突然心想 我走到這裏 從巡遊區再走上去 一個人也見不到 不是人見不到 一個人聲也聽不到 管理員也見不到 想想到很可恐怖 我便當你是很厲害 你是鬼佬 你對這些神聖怪怪的 我不在乎 不在乎 沒問題 你很厲害 不過是這樣的 之前有一段新聞說過 有一家人 住在頂層 他住了幾年後 他家中二年三患了癌症 而且是腦癌症 他覺得很奇怪 他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一個窗台 看得出一點 你用鏡子照著 原來頂上是有發射站的 即是手提電話的發射塔 裝置在他的位置 他住了幾年 接收著這些高頻率的發射塔 當然了 很多手提電話公司 很多報告和研究 這些頻率是沒問題的 說是這麼說 你也害怕 你知道很多權威寫是沒問題的 我不是權威 我只是普通市民 我只是拿著這個機器 檢查到他有磁場 我又知道這個塔 是真的會釋放一些 很高頻率的磁場出來的 又撞對 不知為何他家中有這麼多人有事 又同一時間又同一個部位 那專家權威 不如你解釋給我聽 又或者專家和權威 你敢不敢在那間屋裡 住一年半了 我也很關心我的網友 如果你真是這麼不幸 那間屋真的很接近 這些電磁場的位置 也搬不到 那怎麼辦 也有些辦法 因為坊間有很多油漆 你油上一層之後 其實它會阻擋很多電磁場 還有很多窗 它會貼一塊玻璃紙 都可以阻隔電磁場 如果你真的 覺得有這個需要 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也不是沒辦法 不是這麼絕望的 其實有時候 人們睡覺或常常睡得不好 其實很大程度上 跟電磁場有關 我自己個人是很敏感的 如果我那天拿著電話 我忘記拿出房間 那個電話放在枕頭 我那天一定睡得很差 不是我試一次 很多次都是這樣的 所以之後我怕怕 我充電都放在路遠的廳 放逐角落 讓它自己充飽 盡量遠離房間 如果你可以關電話 當然最好 但你也知道 電話 每天晚上都有人找你 你關不了電話 而且家裡有很多電器 Wi-Fi 最好不要放在小朋友附近 我看他的房子 那些都是十多年 你如果去外國的房子 幾十年 有些是過八年的 古堡 我聽過一個明星 他租了八年歷史的舊居來住 他說經常跟他聊天 他當然不害怕 他又不害怕 我害怕 他裡面幾手有幾手 幾多人住過 所以戴著手機 檢查一下就比較穩 雖然說不相信 但有些東西檢查一下也沒有壞 你明白嗎 剛才介紹了電磁場機 我介紹另一件事 就是這部空氣檢測機 檢測甚麼呢 你是新樓 舊樓也好 我不管你 基本上 在家具廠會搞一些膠水 或者煙燻 滅蟲 放很多化學東西 有些叫VOC 最重要的是甲存 甲存不是營養品 是一級致癌物 之前我看過一段文章 在一些比較窮的地方 他有些人租房 一家大小 住的時候 他老婆懷孕 住了一兩年後 他發現他小朋友有血癌 你真的很不幸 真是不幸 去看醫生 他自然有一群 跟他差不多有病的父母 會一起聊天 無獨有偶 大家都是 太太懷孕的時候 搬到新屋住 都會游過油 原來那些油 所有的甲存超標得很重要 因為長年累月 小朋友吸收了甲存一級致癌物 所以就有病 這純粹那篇文章說出來 信不信就由大家 甲存一級致癌物 說了是 我當然是害怕的 所以我一定是去哪裏 都會帶這部機 因為除了油漆 油漆的油漆可以有甲存之外 所有家具基本上 都很多時候有甲存 其實甲存已經是過時的東西 但百淺行商人為了省一國幾毫 都要把甲存放進去 其實已經有很多新的代替品 來代替甲存的化學品 依然可以做到油漆和傢俱 可以漂亮的 但有些賤假和假話商人 都要省一國幾毫 都不用新的東西 都要用甲存 那就害死人了 最初我看我這層樓的時間 因為裡面有新樓 我去哪裏看樓都帶著這兩部東西 持牆沒問題 甲存也不超標 Voc也沒問題 最後就租 但問題就來了 因為租的時候我比較急 屋主的傢俱還沒搬進來 他說會買新的傢俱 放在這裏給租客用 我當然有新的傢俱 當然沒問題 到我收樓 一進來 我打開門 你已經覺得那股味有一點刺鼻 眼睛有一點濕濕的感覺 是很不聚財不舒服的 我以前有些長期的氣管敏感 所以對這些我比較感激 我一拿這部機出來一尺 超標一百五十倍 我去到這間屋任何一個角落 他都超標一百五十倍以上 你說是不是瘋了 無論是睡房 客廳 任何角落 基本上那間屋都已經被這些 這樣的甲存包圍住了 我跟屋主說 那些傢俱不行 那些甲存超標一百五十倍 我可不可以扔掉它 但屋主說不行 因為我買了 我當然不跟他瘋了 最後我無可奈何 因為都租了 我唯有扔掉所有的傢俱 我自己買了新的傢俱 我答應他 我搬走了之後 那些傢俱留下來 那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很奇怪 台灣 甲存這件事 你都知道是一級智涯物 那你的醫療也好 你對國人民健康也很著緊 但為何對甲存這些規管 這麼寬鬆 由得他可以到處賣 那我也奉勸各位傢俱的商人 麻煩 真的千萬麻煩 不是很多人知道這件事的危害 而你也知道 麻煩你真的不要把這件事賣街 你要賺錢 你就賺少了幾元 還有這些陰質的錢 賺了對你也不好 你可能用來享受 你不要把這些不好的東西 過落下一代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要還 何時還 大家自己去想 什麼報應 有間書的東西 我就不懂怎樣跟大家談 你們自己去考慮一下 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買新的樓 或者租一層翻新的樓 你都要很小心 雖然可能他胸胸胸胸沒有東西 幫你游了牆乾乾淨淨 你都要查看牆身的甲醛 是否超標 因為甲醛的揮發 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散出去的 即使你的味道減退也好 他依然是不斷不斷釋放出來 他甲醛 消散 是幾年時間以上的 即使你家裡 困在空間裡 他真的斷釋放來給你吸收 你是不是想做這個人肉的清新機 你害了自己健康 就無謂了 但以上是我個人的親身經歷 所以說了詞 是比較肉緊一點的 不要緊 現在我再笑 好嗎 沒問題 是不是沒問題 不夠 再笑多一點 可以吧 夠虛了嗎 這麼陰質 怎麼少得下 今天說了這麼多 那些網友經常說我 不回覆 我有看的 我有回應的 不如要時間 不過今集比較特別 如果你有網友 有需要問這些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盡量解答一下大家 今天說了這麼多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網友 就幫我分享給你朋友 按讚 還有記住訂閱 如果你未訂閱的話 下次再說一次 就這樣 拜拜